足球加桌球会变成什么 这样运动叫做Tagball 台客球 是将足球与桌球结合在一起的运动 在2012年由三位匈牙利人发明 有单打和双打项目 每场比赛才三战两胜制 先取得12分则赢得一局 球桌式特殊的曲面形状 场地是16x12公尺 发球线在球桌后2公尺处 每4分交换发球 球过来后必须在3次急球内把球打回去 且每队球员至少要碰到一次球 这项运动兼具足球的脚法、传球 和桌球的急球弱点策略 目前这项运动越来越流行 以及有许多国家在国内举办比赛 也有各国之间较劲的世界杯 2022年男子双打由赛尔维亚获胜 女子双打由匈牙利获胜 台湾也有一名选手严巧欣参加世界杯 她在匈牙利念书期间接触这项运动 也希望能在台湾推广台客球 你有想玩玩看吗?